我们来看到今天台股 万二关头强攻不软脚 谁呢 台积电带头往上续攻 来看到台股今天站稳了 1万2 1211.56 收在这个位置 而且开低收高 我们来看到 当然火车头是台积电 台积电有什么消息面呢 先来看到 六份的营收创单月新高 然后16号再过几天的 这个法说会要登场 那么在行前呢 法人已经一致看好看多 而今天大家讨论最多的是 这一项台积电现在传出 要帮华为来说像 要去跟美国求情 请美国网开一面 让他可以继续出货给华为 如果是这样的话 当然他有他的理由 为什么 因为现在华为是台积电的 第二大科目进次于Apple 它的占比差不多将近15到20% 台积电有他自己的立即的考量 但是台积电供应链 如果因为这样是一大利多 华为供应链又何尝不是呢 除此之外 跟华为有关的是 华为现在传出 去跟英国来求情 跟强生 希望能够做进一步斡旋 把2020的华为5G大线的 紧箍咒给拿掉 让他能够续命 今天我要请到的是 韦杰带我们来看到 台积电曾几何时 今年3月的时候 230块 大家嫌贵 没关系 我等一字头再买 结果今天新闻就出来了 这个是超级大户 3月进场敲了31张下来 现在未实现的损益已经赚进了 650万 今天已经354了 别人在恐慌 我就是做不到 我要贪婪 人家他做到了 对 我想其实在操作的部分 可能的确就是要按照 这样子的一个逻辑 去进场操作 才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收益 那重点还是在于成本够低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几个新闻 基本上从这个台积电 向美方提出申请这件事情来说 代表其实台积电 对于华为的订单 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视 那我们在这边 其实可以分成两个 这个线轴去做观察 第一个就是 原先市场上 说华为这个订单 是不能够出 那就是先分成没有华为 跟有华为的 这两个状况去做观察 那没有华为我们等一下看 那有华为就跟现在一样 那台积电6月份营收 相当的不错 也创下了历史新高的一个状况 那么当然按照这样子的估计 第一季 公司派乐观的预期 在年营收成长 15%到19%的这个区间 就渴望在今年的营收上面 有达成的机会 那么当然 这个是在华为的订单 没有问题的前提当中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大家问题比较多的是 华为的订单如果流失怎么办 好 那之前市场上 其实一直有在讲说 华为的订单占比15到20% 谁来补 大家就讲了好多 苹果多下了订单 AMD 辉瑞 因为辉达 NVIDIA 对不对 然后另外高通也会来下订单 那这些订单能够把这个台积电 15%到20%的这个营收的缺口 把它补起来 那当然对台积电来说 好像下半年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为什么我会说这个华为的订单 如果说它原先是被取消 或者说它禁止 它不出货给华为配合美国 好 那现在如果它现在向美方提出申请 原先的这个缺口 如果早就已经被这些厂商 美系的厂商给封闭了之后 那如果未来美国它确定可以 让台积电供货给华为 那我这边是不是又多加了一个 华为的回来 那变成台积电的营收会变得更好 就要在稳定 稳健当中又可以出现成长的一个范围 所以其实在这个礼拜的一个法说会当中 变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重点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台积电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产业地位的龙头的特殊性 让台积电的股价在六月份以来受到外资的青睐 到目前为止外资在台北股市当中 买超的金额大概有八成都是在买台积电 大概有800亿左右的资金压在台积电 所以造成它的股价一路的往上冲高喷出 那么但是在短线上面大家特别留意的是 当台积电的股价在短线上面 在跟月线的这一条 这个月均线的乖离过大的时候 其实它就会开始出现一个震荡整理的发展 其实过去都是这样 所以当它乖离过大的时候 可能接下来台积电再往上冲高的机会不高 我不是说它不会再继续涨 而是说在短线上面 似乎要稍微休息一下下了 好 再来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在操作的部分 现在的台积电到底算贵还是便宜 我们利用台积电的股价跟它的年限 年限是200天的移动平均线 这是200天的移动平均线的 乖离的状况去进行观察 蓝色的这条线是200天就是年限 好 浅蓝色的这边分别是在上下 两倍的标准差异 就是跟均值的差异 差到两倍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按照这样子的一个惯性逻辑去做观察 你会发现台积电股价每一次 只要来到上原 在上原 蓝色上原这个部分 好像都会出现一些压回 来到上原都会压回 来到上原都会压回 所以其实就目前看起来 台积电最近的股价 虽然还有再创高的机会 但是似乎在短线上面 看起来它至少不会是 我们进场的一个位置点 对不对 好 那什么时候才会适合进场 就是在中间这个年线以下的位置 通常就会是比较属于波段 长期好的一个买点 刚刚我们节目一破题 也跟大家讲到 那位网友他买在哪里 买在这里 是不是刚好就是年线以下的位置 然后才出现了一个波段的 大赚的一个情况 所以当长期的投资人 要去介入台积电的时候 短线至少在这边 不是一个买点 那在长线的部分 可能要看一下年线以下的位置 才有一个长期波段布局的机会 好 那再来我们就看一下 在台积电的这个本益比的部分 那本益比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 现在的台积电本益比好像比较高 的确没有错 现在台积电按照它的 今年的EPS的状况 跟股价的逻辑去看 大概是在22倍左右 那如果我们用动态本益比的观念 以本益比河流图去做观察 确定本益比河流图往上 代表台积电的产业趋势 仍然是在往上成长当中 而且成长速度还蛮快的 那只是说在股价短线上面 也来到了红色这条线是 24倍本益比这附近 相对就是在比较偏高的一个位置点 那什么时候如果按照 这个获利的角度 什么时候 它是一个比较好的布局点 大概就是在 橘色跟黄色这边 是几倍呢 大概本益比16到20倍的时候 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 中长期的布局的位置点 那现在的本益比太高 大家会觉得说布局 好像不太划算 为什么 因为本益比的 本益比的这个意思是什么 这24倍本益比代表 我现在投入台积电 24年以后 我才能够回本 可是如果你是长期投资 要靠台积电股息的 那你就不是只有24年 那我们可能你看 股息一年它现在要发10块钱 现在是350块 所以你可能是35倍的本益比 也就是说你现在去投入台积电 你要35年才有办法做回本的动作 所以再怎么看 现在的台积电虽然基本面很好 可是它不太适合在现在进场 因为什么 股价太高了 股价太高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比较长期的一个台积电的 一个发展的状况 现在的台积电 基本上以过去这10年的一个角度 去做观察 08、09年的时候 最低一度来到40块以下 可是从技术面量价的关系 去做观察 在36块这附近的时候 有出现一个低档爆量的一个动作 低档爆量 那低档爆量 我们很直观的就去认为说 低档爆量到低档爆量进货 那高档有没有爆量 有啊 最近出现了一个高档爆量的现象 这样子的一个量价的一个配合 你会发现说 低档低价爆量是进货 那高档爆量 是不是有一点点 在调节出货的一个现象 也没有错 按照2017年下半年以来 外资站在台积电的这个调节的力道 是相对比较重一点点 只是说 现在它还有短期创高的机会 那根据现在目前的台积电的 EPS的预估 它分别今年可能会大概落在16.4 2021年是在18.6 2022年大概在21.4 换言之台积电的本益比 大概就是维持在22倍这附近 大概就在22倍这附近 所以其实在长期的角度来看 这边也已经完成了一个 大波段的周期操作 股价还是有机会在创高 只是长期的角度来看 这边似乎已经进入到 相对比较贵的位阶 接下来如果要去观察台积电的 投资的相对位置 成本永远是最重要的考量 而成本的位置 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 台积电只要出现拉回 拉回到什么位置 年限以下 基本上就是台积电 一个比较长期进场介入的 一个波段操作的位置 好 谢谢韦杰